。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 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瞭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也有YouTube頻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把我们的节目随时带着走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让媒体能够真正的独立 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以及更深入的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位来宾 这个来宾我相信台湾关心民主运动 或者海内外关心民主运动 关心中国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这样的一号人物就是李明哲 李明哲在2017年在中国遭到逮捕之后 其实在今年4月回到台湾 我相信在台湾的媒体或在国外的媒体 都会看到李明哲相关的报道 以及他过去在中国被囚禁起来 被关起来的一些当时的心路历程 不过我们今天就不特别的在这个部分 跟大家多做讨论 而是要来跟明哲一起来讨论 他回到台湾的生活 以及他对两岸还有香港一些议题的看法 明哲你好 你好管老师好 非常谢谢明哲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那我一开始还是要问一些可能大家都问过你几百次的问题 就是当时为什么要跑去中国来推广这个所谓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呢 那其实一个很清楚我们不是到中国去推广民主运动 是我们理解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一定要在中国人自己推动 我认为我们是台湾人是外人 我们只能做资源的角色 所以当时我就跟一些中国的朋友在网路上 成立一个基金去帮助中国政治犯的家属 跟在坐牢里面他生活很艰难的一些政治犯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中国把政治犯宣传成这样食而不是的大道 坏人 也让他的家人没办法正常工作 子女没办法正常受教育 其实跟台湾过去的历史一样 那我们觉得透过很多我们这些陌生人的帮助 不但可以改善他的生活 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陌生人愿意帮助他们 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做一件坏的事情 那当然所以我们过去就主要是做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方面当然 所以我们不是到中国去推广民主 我们是在台湾 所以你是通过网路来传播一些 只是因为你这种扯到帮助人的事情 扯到钱的事情 就被当做境外势力 对 那当然你必须要跟你的工作伙伴 有定期的一个会面 所以我每年会去中国一次 那去跟他们谈一些我们工作上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不是到中国去推广民主 我们是在台湾去帮助中国人推广 所以当时你对中国有什么样想象吗 就是你我们知道在特别在 06年一直到12年之间 其实台湾跟中国之间的NGO 或者是一些学界的互动是非常平白 我那个时候也到中国 或者是也跟中国的一些 可能特别是网媒的一些朋友 我们都有一些互动跟接触 我不晓得你那个时候开始到中国去 跟他们会面或者在台湾去推动 这些所谓的跟他们告诉他们一些所谓 台湾的一些经验跟历史的时候 你对于中国有什么期待 你会觉得你说的这些事情 中国或者是中国的民族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就是说当然一个先前的观念就是 我们认为台湾应该要了解中国的事物 就是说因为中国离我们这么近 它其实随时在影响台湾 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状况 那你才能了解中国怎么样影响台湾 因为目前碰到的一个状况 其实跟当时是一样 我们很多人很讨厌中国 但是我们并不愿意去了解中国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无形当中很多中国的讯息进来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中国的资讯站 那我们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分辨能力 那当时是我会愿意想去中国 关心中国事物的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原理 那当然在关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寻找说为什么 说中国独裁 中国独裁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是可以跟台湾的人述说 中国不是你在某些媒体上面看到的光鲜亮丽 它背后有很多人性的问题 说独裁政权对人的打压 所以这是我们 这是我当时一开始会愿意去接触中国人权的原因 我当然希望这个接触可以让中国人更理解台湾人 包括让台湾更理解中国人 我觉得那个理解是可以稍微化解两边 最起码民众之间的敌意 我希望对这个事情有所帮助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确保台湾的主权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至少我们从传媒来看 对于所谓的中国的报导不是一个非常极度的奉承 或者是非常极度的证明 要不然就是极度的厌恶极度的可怕 我常常觉得说不管你是主张统一也好 或是你主张独立也好 你想要跟中国做朋友还是你觉得他是敌人都可以 民主社会本来就有不同的这种认知跟期待 可是最起码你要对你的敌人 或是对你的朋友应该有一些清楚的认识 可是在台湾这个部分好像相对之下 即使到目前为止 应该讲说现在目前有可能是越演越烈 越不认识对方吧 是 就是我五年离开台湾 其实回来有一些很深的感觉 包括第一个 有一些中国的用语在台湾开始普遍的流行 比如说炸锅 打脸 但是用我们台湾在用这些用语的时候 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用语来自中国 第二个在脸书上面有很多美食的节目 很多教人做菜的节目 很多讨厌中国人 很讨厌中国人的人觉得这些讯息是无害的 但是我们一个如果你待过中国 你就发现他的用语 他完全是中国的讯息 他完全是中国制作的一遍 当你开始觉得无害 开始不知道什么叫中国讯息 你开始一直在接受这些讯息的时候 真的到时候依赖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其实某些程度 他到最后就会变成 中国要传播假资讯一个很好的管道 所以我觉得是当你不了解敌人的时候 你就会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敌人的资讯 什么东西是敌人想要影响你的东西 你只有了解才能分辨 你才能知道他的问题 对 所以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网媒或假讯息 最常用的招数是养套杀 所以不知不觉让你去习惯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内容农场 事实上他都是某种程度是无害的 甚至是激励人心的 例如说李嘉诚的12个名言 或者是说哪个明星艺人 传播正能量 对对对 那种正能量的讯息非常多 鸡汤的东西特别的多 可是事实上在某些关键时刻 他可能就会反过头来 或是不知不觉对你产生的影响 因为你已经依赖他 当你常使用他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他 我觉得这是一件 一种所谓的渗透吧 所谓真正的渗透 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 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 不过我相信在很多的媒体当中 你都已经谈过你在这个中国的监狱里面的生活 那其实你之前有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你说这个许多的中国的政治犯 出以后就精神崩溃 那其实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关押政治犯的目的 不是单纯的是限制他的人生自由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目的 就是丧失他自由思考的能力 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也觉得蛮重要 如果救援一个人回来 但是那个人从此不再讲话 那就是救援失败 这我很好奇 你在中国被关押五年多的时间 那也到赤山监狱 那也有很多的这种被限制 外界的这种资讯被限制的状况底下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保持你的思想是清醒的 或是怎么样保持你的思想是自由跟奔放的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我其实跟台湾很多NGO团体 在救援我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诉诸国际力量 以人权为目的 以诉求国际的关注 其实给了中国政府一些压力 虽然中国政府那个压力 没有达到让中国政府马上把我放回来 但是让中国政府在处理我的事情上面 他最少遵守了某些 他自己国家订定的规则 比方说中国的法律规定 你做牢的人是有亲属探视权的 那很多中国政治犯是完全被限制亲属探视 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受到限制 就是我棋子申请探视我十字 可能允许个一两支 包括我没有受到长时间的这个秘密关押 我是 中国只有秘密关押了我两个月 那是符合他的法令规定 他不是特权 是符合他的法令规定 但是他对中国政治犯 常常是秘密关押 长达一年甚至数年 那个都会让政治犯精神崩溃 那我受到的一些带于 包括说公开审判 中国没有办法把 我没有做的事情摘账到我头上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嫖娼 有人说我是间谍 那包括我妻子可以来探视我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透过他把中国监狱里面 完全不遵守自己法律的规定的一些事情 透过我妻子反映出去 那我的角色我就可以自我调试我的角色 我就不只是个囚犯 我其实是在中国监狱做田野调查 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愿意付出代价 就是我虽然人在一个 人身自由被囚禁的地方 但是我愿意付出代价 那个代价是我可能因为 曝露中国监狱的讯息 我常常会被处罚 包括处罚我不准跟妻子见面 那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包括我妻子她也愿意付出代价 她觉得她愿意付出被 包括很多人骂她是在作秀 她愿意付出这些代价 那当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自由 所以我虽然人在监狱 我的自由被限制 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 看起来你有某种的特殊的身份 或者是因为国际的这个救援的力量 使得你有这个能量 在监狱里面继续的战斗 你不是只有在做铁铁铁铛 在继续的战斗 可是我很好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难道没有任何的 这种沮丧或是不安 或者是创伤的情况发生吗 当然有 当然有包括一开始 那两个月的秘密关押 因为你完全见不到外界的洋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你完全 上市对时间的掌握 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那两个月的创伤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可以讲说 我后面四年多的坐牢 其实是在疗伤 已经开始在疗伤 就是聊这两个月的事情 你现在回来 你问我那两个月的事情 其实我还是会有感觉 但是我认为因为 大家用人权的方法把我救出来 而且我也付出代价 因为能够保持我的自由心智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有义务 把中国监狱 包括它秘密关押人的 这些违反人权的做法 跟外界披露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在接受西班牙保护卫士的 NGO的访问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讲 很多受过中国这种秘密关押的外国人 回到本国以后 他们不愿意讲这段经历 所以让他们取证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更有义务 把中国那段的过程多跟大家讲 虽然我现在还是会有那个创伤 所以还会有 不知不觉会回到那个痛苦的时候 会想到包括 其实是会想到 就是我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其实会下醒 会做梦梦到那段时间的状况 其实是有的 我不可能完全没有创伤 不过你回来台湾 其实一般来讲是在疗伤 不过你刚刚讲到四年的时间 都是在做梦头的疗伤 但是回来之后 你看起来没有想要休息一下 你也没有想要继续的疗伤 你事实上很短的时间 你就开始投入到社区 跟一些人群的工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疗伤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对我来说坐牢最痛苦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人自由的聊天 你的资讯是受限的 那对我来说那个疗伤的方式 就是让我恢复 语言的功力 语言的 我可以跟人聊很多人权的议题 可以自由的聊天 自由的关心很多资讯 所以我觉得在 所以我回来以后 一直在拜访很多过去 关心我的NGO团体 包括七月开始 我四月回来七月就回到社大工作 那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因为恢复我跟一般人沟通的能力 互动的能力 因为你在中国这个能力是被限制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过程 工作的过程 包括跟很多NGO 感谢NGO的这些行程 活动都是在一个 对我的自己的一个疗伤 那刚回来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生活上面 适应的困难 或者工作上面适应的困难 你刚刚谈到说 某种程度上面 你已经失去了沟通能力 甚至可能是某种语言能力 或者说其实已经间隔了五年 台湾的社会 对 已经间隔了五年 台湾的社会也应该不太一样 或者是你熟悉的NGO 他们可能有一些改变了 你在这过程中 有任何的适应不良的情况吗 我觉得 当然是 因为这五年我在中国的监狱 我可以接受到一些世界的 外国的新闻 中国的新闻 但是最欠缺的是台湾的新闻 所以当然接触的工程 我必须要不断的恶补 从网路上面 从新闻上面 多了解 离开这五年台湾的状况 我随便举一个生活的例子 我第一次去 回台湾以后 第一次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那个便利商店在买完东西 那个便利商店的店员问我一句话 你需要载具吗 我一下认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载具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载具 我觉得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靠着 生活上的学习慢慢了解 慢慢来 对 对你好像最近一部卡通 是孔明到了现代社会 然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他问你要不要载具 我很想知道载具是什么 对 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没有很长 我想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活跃的人 你本身就是喜欢接触人群的人 所以这个所谓的空缺应该很快就不满了 对应该可以 你后来大概都做了哪些事情 你好像一开始都回到就是 你原本工作的文山社区大学 对因为就是我出事前就在文山社区大 然后我回来包括隔离 包括最重要身体健康检查 然后最重要是处理一下我父亲的事情 在我坐牢这个五年我父亲过世了 所以他当时有很多过世以后很多伤事 很多事情我必须要回来处理 因为我是家中独子 把这些处理完以后 大概七月开始回文山社大工作 还是七月回去正式的工作 那主要做的就是 就是在社大里面很多课程 包括最近我们在十月底 十一月要办的公民州里面 加入很多人权议题的东西 因为我们希望 包括很多NGO认为说 台湾在亚太经合会里面 应该提出一些人权的要求 希望亚洲建立一些人权机制的 保护跟监督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也要开始在 包括我在社大开始推一些 人权议题相关的讲座 我觉得那个是同一个道理的 就是我们希望台湾用人权 争取世界对我们的支持 其实我们自己也要用人权来做 不管是在各个团体 在国内的一些宣传 让我们的国家的所有的事情 更符合人权的标准 不过你回来之后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五年来 跟你去之前跟回来之后 你刚刚特别谈到所谓人权的议题 这个人权当然不是只有国际上的人权 包括国内的一些人权的问题 你觉得这几年的国内人权 有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 以为我们自己来说 公民心动已经进入制造座 参与时光会 可是我们在常常在讨论人权的议题 我们的确看到 有些东西是开始变得比较好 但是有些东西似乎没有变 例如说消防员的权力 那他其实还是一直面临到他必须要不断的抗争 虽然有一些改变 可是相对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还是有一大截 或者是说 在台湾一直以来的破千的问题 就土地征收的问题 它都一直存在 你自己回来这五年之后 有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是说 你觉得哪些是变与不变 在台湾社会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因为五年离开 毕竟五年离开了五年 所以我觉得我目前不适合谈一些 很具体的个案 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台湾的人权 当然是在进步 所以包括同志的婚姻 这的确是有进步 它通过了 但是它有很多问题就是 但是你跨国的婚姻 但是我们现在还 还有一些限制 甚至发生到很多行政单位不作为的事 因为你很多法院的案例 已经判决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行政部门一直不愿意做一些 政策的调整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学习 先进国家的人权的标准 将台湾越来越现代化 在人权这个上面越来越现代化 越来越跟世界先进国家 去做学习 很多人权问题 我们不能讲说 我们台湾有特殊的环境 有特殊的国心 我觉得这个 这个回答的方式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就是用这个理由 去回避世界对中国人权的监督 中国就是不断的讲 我们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如果讲人权 我们基本应该有态度 对很多世界国家要求我们 台湾在人权上的进步 我们不能用台湾有特殊的国情 来做回避 我觉得这个 这个态度是错误的 是的 这的确是如此 就是我们看到人权某种程度 上面它当然是有一些文化上面 或是所谓的区域性面 它的确是有这样的存在 可是从一个人权的角度 怎么样去打到一些普遍的人权 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那其实你在这个 即使你要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你也非常的关心 有关于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 那包括你的脸书 或是你参加一些活动 包括所谓的新疆维吾尔族 图博 那或者说像香港的问题 你仍然是非常的关心 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六四精神的在地实践 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其实在六四这件事情 在香港在有段时间 基本上来讲是 有些人是很反对 很反对的原因 一部分是你每次六四这个 纪念的活动 大概都是老套 然后都是呼呼口号 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做法 另外会觉得 有些部分的香港本土派 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个中国的事情 它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那在台湾虽然每年都有六四的活动 那其实参与的人数 其实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可是在台湾也会有一种声音 就是六四是其他国家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 为什么你会特别去关心 所谓的六四这件事情 然后六四的在地实践 这个在地在香港或是在台湾 它的实践的意义又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香港当然在有一些本土派的人 开始反对 就是香港每年在维员办六四晚会 但是他们你注意细看 他们反对其实不是 当然有人是这样 老师刚刚讲的时候 觉得中国不是香港的事情 不要关心 有 但是最主要他们反对的原因是 你维员办六四晚会的最终的目的 你是要建设民主中国 那你维员支联会是认为说 中国没有民主 香港不可能有民主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香港的民主 所以很多最后比方说港大 他们到最后他们自己用 自己发展出自己一套 自己发展出一套方式来纪念六四 他们纪念六四是让所有香港人知道 说中国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那我们香港应该要努力我们自己的民主 去对抗中国这个残暴的政权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用自己一套方式 去纪念六四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中国 所以他们不是不纪念六四 只是反对支联会那种纪念六四的方式 就不要说口号式 对 就是说你最终的目的 就香港纪念六四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醒香港人 中国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而不是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去建设民主中国 更不是什么中国有民主 香港才有民主 所以他们有发展出一套 把六四的议题 能够内化为香港的议题 所以同样回来台湾 台湾我们也面对中国的压力 就像一样我们关心中国一样 中国的独裁到底问题在哪里 在于六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去关心 从台湾如果可以纪念六四 我们可以不断的提醒台湾人 中国共产党政权残暴的本质 从文革到六四到现在 它是一脉相承的 只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 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台湾到底是在纪念六四 还是在纪念香港人纪念六四 包括持乳柱的问题 我不反对持乳柱依赖台湾 但是我反对 在台湾纪念六四的场域 拿持乳柱当我们的主视觉 因为那个模式是香港人纪念六四的模式 当然在台湾的香港人 他可以维持他自己的方式 这台湾香港人是很重要的意义 对对对对 他们香港在台湾的香港人 他们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 但是我认为 我们台湾应该有一个自己纪念六四的方式 那个纪念六四的原因是要告诉台湾人 中国政权残暴的本质 那个能够深化我们台湾自己 要确保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说六四的议题一定要能够在地落实 就落实到六四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那个关系就是我们要认识中国残暴的本质 所以六四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想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这个世代人当然会对六四是有感觉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天安门的画面 我们曾经到中正纪念堂去声援六四 我们可能会过去觉得说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一种大的论述底下好像是有关系 可是你会发现台湾也越来越有自己的主体 他其实也不见得在所谓的民族情感上面有这么大的联系性 所以到底今天六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刚讲第一个我们的利基点是你可以把中国当外国 但是这个外国是每天要侵略台湾的一个国家 他每天在诉说他的制度比台湾好 那我们要他在台湾又用媒体当做 他可以影响的媒体当公式 在诉说中国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把中国 政权独裁的面貌的一个事实呈现给台湾人看 让台湾不要忘记这些事情 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这一代人 有经历过有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没有看过这些事情 他可能对六四完全没有印象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台湾人 不要忘记中国他有他独裁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六四这个议题是我们可以 他跟其他有人讲你为什么不纪念 美国的某个事情 为什么纪念欧洲的某个事情 但是美国跟欧洲 他并不直接对台湾有敌意有压力 但是中国对台湾有敌意有压力 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本质 所以这里来讲有两个意义 就是在于所谓的普遍人权 普世人权的这种关系 第一个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台湾实时是威胁 是有可能任何的暴力的这种侵入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中国是具有这种残暴的问题 当然我们是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去让大家了解六四 我们绝对不是用那种 我们是全世界华人是 华人社会唯一可以纪念六四 我们当然不是用这种角度去纪念六四 我们当然是用中国是我们的敌国 中国要侵害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如何侵害 包括香港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香港 因为中国对香港就是用这样的 逐步的侵害 如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这是我们台湾需要了解的 让更多台湾人知道 中国一国两制的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六四 为什么不是纪念其他国家的这种产道 那它跟我们台湾的关系 是很需要被特别拿出来讨论的 刚刚谈到香港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要再继续请教民主的一些香港人 我不知道你在中国的监狱里面 有知道反送中这件事情吗 然后最近香港的问题 其实这一两年来 也一直引发各的讨论 例如说到底要不要去制定难民法 到底要不要修改港岸条例 到底要怎么去面对香港人 我们一直在讲称香港 可是好像香港到台湾 香港人到台湾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过来讨论 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 遭到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14号服刑其满 今天从厦门搭击返台 进行建议隔离 李明哲也在脸书报平安 强调现在的隔离和中国完全不同 他是被爱警报 而不是被恐怖围困 立委和民团也呼吁路委会 做系统性的盘点调查 让国人更加了解在中国的人身 自由以及人权的现况 由专人协助拿行李 NGO工作者李明哲 在中国关押五年行慢 终于顺利返台 15号上午从厦门搭击 10点15分飞抵桃源机场 李明哲并没有跟一般旅客同行 而是直接搭乘专车到环宇商务中心 进行拓役裁检 随后通关 搭乘防疫车辆离开 将进行10加7的检疫隔离 李明哲先生是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 与民主发展 遭到中国大陆法院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審判 并监禁五年 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我政府认为传播民主理念无罪 李明哲透过脸书粉砖寻找李明哲向外界报平安 强调现在的隔离和在中国的隔离完全不同 他是被爱警报而不是被恐怖围困 也感谢国内外人士及团体的营救 救援大队则回应 会是李明哲情况召开记者会 李明哲因家属及民间团体持续声援 在两岸成为指标个案 目前也还有不少国人在中国被失踪被关押 让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下一步 他就会指出中国应释放所有遭到任意逮捕 及拘禁的人权捍卫者 那我相信就算今天李明哲回到了台湾 我们仍然不能原谅中国这样子的暴行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只要我们在网路上发表言论的情况下 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 其实都是会被容许的 立委革命团呼吁陆委会 做出系统性的盘点调查 让国人了解在中国的人身自由及人权现况 对此陆委会回应 针对国人在中个案 透过各种管道掌握提供协助 也喊话中国重视国人权益 记者黄泽杰张志佳台语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以基督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和YouTube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的邀请 中国的政治犯吗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名词来去称呼 他是台湾的政治犯吗 还是一个两岸莫名其妙的政治犯 李明哲来到我们的现场 明哲你好 所以应该要怎么称呼你 你也不算是中国的政治犯 你更不是台湾的政治犯 但是你又是一个政治犯 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或许大家可以任意地称呼 对 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就是 而且你有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 你又不是那个国家的人 所以这个罪名实在是 对我讲起来实在是非常的莫名奇妙 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你回来之后的一些 一些心路的历程 或是曾经在中国的监狱的一些经验 还有你现在在台湾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有关于六四 因为其实六四一直是 台湾 中国 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能是交集吧 对于所谓中国的政权这件事情 或者是一些纪念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集 除了一些什么过年之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事件 历史事件 那不过我想要持续的 再跟大家讨论有关于香港的部分 你在中国监狱的时候 事实上是发生了反送中这件事情 那你知道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 因为中国有一些媒体他会报道这个事情 他当然知道 但是中国媒体 你还就认为这些人就是 暴徒就是废积啊 那他当时用暴徒的 他当时用暴徒的角度 港独的角度来报道这件事情 那时候你在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那当然是 就是我 我当然知道香港一定 他必然会有一个 有一个民主抗争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我出事前 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到一个比较低潮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在 16年发生了一旦革命 那是一个香港为了自己的习俗 生活价值去跟香港警察抗争 甚至发生了暴律的冲突 所以你从那个趋势来讲 你大概可以预言到 香港一定会有一场更暴力更的一个运动 民主抗争革命运动会发生 但这个暴力并不是错误 因为是你国家暴力在先 所以你看到反送中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 香港一定会发生一种事情 我自己其实在12年之后 一直到18年 每一年大概会去香港三五次 一部分是做研究 一部分是买唱片 一部分是跟当地的一些独立媒体 或者是一些运动圈的朋友 一些交流 一些这种相互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看到这个反送中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点难过 或者有点生气 因为我其实蛮担心一些 其实那时候常常也跟香港朋友一些联络 然后知道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不好 可是那时候会让人家感觉到 在台湾好像是一个支撑的力量 就是比如说我们蔡英文总统不断的在称香港 那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有关于 其实有关于香港移民的一些事解 当然这些事情可能是比较不尽人意 所以他也带给了很多香港朋友说 台湾是来称我们 然后在国际上面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一种心理的状态 这也使得很多的香港朋友 他其实是想要移民到台湾 不管是要去寻求可能是政治庇护也好 或者是他就是移民 离开他们这种原生地 而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如果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看 就是台湾这几年对于所谓的 撑香港的实质上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 可是有一些会觉得是一个不够的 所谓的不够例如说 港澳条例觉得不需要去修正 或者是说在难民法当中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定难民法 那这当然会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关资源排挤的问题 任何一个地方迎接新的移民 这必来会发生 可是我们在资源排挤这个部分 其实相对讨论比较少 实际上我们讨论更多是有关国安 所以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他可能是因为国安 国安而来 就是国安的问题而来 可是有些会让人家觉得说 有点莫名其妙 例如说 你只要跟香港政府扯上关系 你就不能来 例如说我听过 在香港的护理人员不能来 因为他们很多的 这种护理的工作是国家 国家的医院 那或者说RTHK 香港公共电视也不能来 因为RTHK有香港的资金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些 在台湾 有关于香港的一些争议跟讨论呢 当然 你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其实你把时间拉长一看 在清帝国的时候 台湾的移民 新移民跟老移民的冲突 是不断在发生的 对 台湾本来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这一波香港移民进来 当然它一定会跟 台湾我们原来的国民有一些冲突 这个冲突是必然的 但是其实我们要放大角度来看 其实不只是香港移民的问题 当然以国安的考虑 国家安全的考虑 我当然支持 对香港的移民 投资移民 应该更严格 而且所谓的移民 跟拿到身份证 有公民权 那个是有区分 那个当然应该更严格 这个我当然 台湾特殊的国家 它是有些阶段性的 只是你要讲清楚 只是我觉得不要让人家错误的期待 台湾必须要讲清楚 我支持这个 在对移民的部分 严格但是要清楚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问题 产生在政治庇护的这个方面 我当然认为香港很多的元素 包括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控诉 那个东西其实就类似六四一样 它可以内化为台湾的因素 我们需要一些香港这些的因素 而且很多香港 像我们也理解 香港在过去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它的人才 包括它的国际化的视野 都是台湾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认为在庇护上面 我们应该 考虑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做一些协助 我觉得这个协助对台湾是有的 但是我们要更大的要考虑说 在这一波 香港整个公民社会瓦解的浪潮当中 很多国际的媒体 在亚洲的总部 很多NGO团体在东亚的总部 都被迫要离开香港 他们要到哪里 他们有的到南韩 有的到台湾来 那台湾有没有准备好 迎接这一波国际化的浪潮 我们在这些专业人员的 签证 在与资金的转移 资金的流通 是不是愿意给国际的NGO 或者国际的媒体更大的方便性 让台湾能够迎接这一波国际化的浪潮 我觉得是我们 每一个台湾都需要考量的 因为台湾 现在不只是台湾 台湾面对中国 我们如果是台湾单方面 台湾面对中国 我们是上午吃亏的 台湾面对中国 必须要是一个区域化的 那在这个区域化的潮流当中 我们能不能承接这一波国际化 香港出世以后 我们能不能承接这一波国际化的浪潮 包括人员的转移 NGO的转移 媒体的转移 我觉得是我们台湾政府需要 跟台湾所有人需要思考的 我们台湾是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台湾 一个国际化的台湾 国际关注的台湾是对台湾的安全更有保障 所有NGO跟媒体移来台湾 我回来以后接受到很多访问 他们移来台湾最重要的都是 都是希望以台湾为基地 能够关心到香港跟中国的事物 那我们台湾到底要不要承接这波浪潮 包括我们台湾人要不要更了解我们对手 中国 一个写零零的例子 一个一国两制的例子 香港 这是我们台湾要整体思考的 不只是移民或政治庇护而已 是我们台湾整体 我们要如何面对中国 我们要如何迎接国际化这个问题 不过你刚刚谈到一个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可以用国安文件是要清楚 但是问题是说现在 某种程度上面对很多香港朋友 他也许不是不清楚 而是我们给人太多的期待 那是怎么办呢 因为我自己接触到很多的香港人 不管是一些运动圈的朋友 或是一般的小市民 他就常常会想说 我要来跟你聊一聊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吗 我跟政府也没什么关系 我顶多只能够听你诉苦 他就说诉苦没有关系 你听我把话讲出来就好了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香港你来 然后就是要搞清楚 这个规则条件是什么 可是我们也的确给某些的期待 我觉得这种状况 对台湾是很伤的 是当然 就是说 其实 当然我刚刚回来办理 有些过去的问题 我并没有很深恶的了解 所以我讲的话不一定客观 但是我知道 最初在香港人来台湾 不管是政治庇护 尤其政治庇护这方面 其实很多台湾的NGO 是有角色的 有的有的 我觉得 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 台湾很多的 而且其实在早期有蛮多 因为政治庇护而来的 就是例如说 可能有些勇武派 他事实上早期政府就想办法来 让他到这个地方 或是其他的方式来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在这里居住 居留是OK 可是你要取得身份证 他相对之下是困难 对 这个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 就是说第一个 台湾的很多NGO 其实长期跟香港有联系 他们也成立了很多 庇护帮助香港的组织 我觉得 在审核的这段过程当中 这些NGO应该被拿进来 可是他可以帮政府 去做这样的审核 做判断 因为这些NGO 都有长期的互动 当然 庇护跟他是不是拿到 身份证 这个是两回事 没错 我支持要给他们庇护 庇护当然他在这边 一段时间可以长期居留 但是是不是要拿到身份证 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不要把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不要把这些问题 都混在一起 不是说我们要庇护香港 因为政治原因 逃来台湾的朋友 我们不是因为这样 就一定要给他身份证 这个其实是 天差地远的东西 所以把问题要先搞清楚 我支持给他们庇护 但是身份证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考量 台湾可以做国家安全的考量 这个我当然支持 只是我们不要给他错误的期待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很对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要更清楚的明白的宣誓 就是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然有时候 香港人会有一些自己的期待 这个 这恐怕也没有办法去限制他 但是我不要让别人有这个期待 对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谈到一些 NGO专业移民 或是专业移民 你应该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去建立一个 更更广纳这些 从香港的NGO 或是这些专业组织 让它成为一个 面对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这部分也是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提升 或是在我们的能量 可以提升非常重要 不管它是来自于金融的也好 或是来自于非盈利组织也好 我觉得都是蛮重要 可是你觉得这个部分在台湾做的够吗 或是它足够的开放吗 因为这个会设置到另外的问题就是 它可能就会产生的是 我们刚刚谈到的 所以所谓人才排挤 资源排挤的问题 所以当然我昨天看到新闻说 香港大部分的金融人才流失 是流失到新加坡 我觉得那个当然对台湾会有影响 当然我们的金融是不是要做到这么开放 当然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考量 但是事实上 包括有些国际性的NGO 包括国际特色组织 它的东亚的总部就移到南韩 没有移来台湾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 我觉得很可惜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需不需要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国际性 更好的人才来台湾 帮助台湾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否需要这个 我们要包括台湾政府 我们自己都要想清楚 嗯 你除了回来之后 关心死刑的议题之外 其实我在观察你的脸书 或是看你的一些发言 另外一个你常关心的主题 就是废除死刑 是啊 这个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棘手的事情 对事实上是一个不太容易讨论的议题 在我们的节目讨论过非常多次 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于 你要去从事废除死刑这件事情 它其实要 要有很多的心理准备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你其实可能是一个 差点进入死 这个生死官 这个鬼门官 也许没有 但是也许会有的 这一个所谓的政治犯 你自己本身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怎么去看废除死刑 或怎么去看死刑 不当然你要 其实一个让我觉得 会愿意去 好像废除死刑的方面做倡议 王幸福的 王幸福的案子 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说你其实很注意看王幸福的案子 就是说他过去当然因为 他被流氓 他因为这个戒严时代很多错误的处理 你穿个花衬衫留个长头发 晚上在外面游荡就可以被流氓 那这个流氓的案底 事实上他在后面的司法当中 不断被歧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他的案子之所以我们认为 冤案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 另外一个人 凶手 说他是直死者 那这个人被死刑 枪毙了 永远无法得证 那那个时候 在戒严时代司法有很多问题 包括你的胸腔没有去做科学鉴定 很多这个 刑求的事情 造成了王幸福这个冤狱 那最关键是死刑跟冤狱的关系 那那个当事人的被枪毙 其实造成王幸福现在的 没有办法透过交叉的 结问去平反 所以你去了解死刑 冤案跟死刑 包括台湾的司法 对人的很多东西 因为对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造成了很多对人的判断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法官一直很怀疑 到现在的法官还一直很怀疑说 王幸福警察有怎么可能会去 为什么要害王幸福 包括说这个警察 刑求真的可以让人 讲违心之论吗 这个我们的司法都在怀疑 可是我们的司法其实进步的 进步的程度非常少 这个我怀疑实在是有点 我们还是很多 就是我们讲无罪推定 但是 人性我们法官 难免会对 一个你要面对的犯人 他是不是有前科 会有些不为主的观念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民调 人民对法院是最不信任的 但是你在对法院最不信任的同时 是最相信法院的死刑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矛盾的心态 而且因为我们在王幸福的案子 看到死刑跟冤狱的关系 加上法官永远 有错判的可能性 因为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 你如何 台湾如何看待生命 就表现在台湾如何面对死刑上面 你把死刑废除 事实上是可以降低冤案的不可恢复性 你从王幸福案 看到死刑跟冤案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认为说台湾应该朝向废除死刑 所以整个世界潮流也是往废除死刑的这个方向 在走 因为他承认人性的局限性 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性的局限性 在戒严时代 国民党教导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官府 官方 那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是绝对相信官方的死刑的话 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永远没有完成 所以我甚至认为台湾只要有死刑的一天 台湾的转型正义就没有完成 包括你去看王幸福的案子 如果王幸福还是在被死刑 他还是背上死刑犯的这个身份 台湾的戒严永远没有停止 因为还在迫害 因为王幸福还在受到戒严时代的造成 他的这些流氓的一些标签的一些迫害 我们的死刑犯还是一个很错 就过去一个人 张军芬老师在审判 在这个流氓王幸福里面书 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你第一个扭扣扣 你后面的人不是去解开这个扭扣 是一路错下去的 当然王幸福应该讲说 转型正义其实他面上非常广 他绝对不是只有在 非常狭隘的政治迫害这件事情 因为政治迫害是非常 我一直在讲说 例如说热森疗养院的这些院民 他事实上也是一种转型正义要去关心的 这些疑敌 因为过去对于所谓疾病的物资 无知错误的认知造成了这么多的悲剧 那帮我一些冤案冤狱也是 那王幸福的案子当然是相对比较荒谬的 我自己访问过转分 我自己也看审判王幸福 我也看电影也看书也 参与一些座台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可是还是会有人觉得说 可是现在的一个警方的办案 已经科学办案了 法院的素质也不像过去是军法官系统为主了 所以这种冤案应该不会那么的多吧 或者是有人说 有些人是属于现行犯吧 例如说政杰 可能是大家最常举的例子 那这个人就干了这个事情 他不会是冤案吧 所以如果从冤案的角度来去看待死刑 会不会其实是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这些人不算冤案 或是冤案的比例其实也很少了 或是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所以我刚刚提 就是人 我们台湾如果看待生命的可能 就是比方说在这次杀人影展 曾经 美国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一个州 为什么要执行死刑 他在某一个时间点他急迫的要把一些死刑犯 执行死刑 为什么 因为他美国是用注射药品的 他药品 药品快过期 他有一些药品快过期了 所以他赶快把 有一些死刑犯执行完毕 可是生命好像还比不过这些药品的价值 嗯 嗯 那所以是我们台湾如何看待生命的问题 冤狱 就像我讲 黄熙福的案子到今天的审判 嗯 我们还是不愿意把 台湾的司法制度还是不愿意把 第一颗扣售的扭扣解开 这个是一个 还是一路错下来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当你不可能完全的排除 排除 冤案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要 珍惜生命 我们要 如果考验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价值 而且就像事实上症结 嗯 他的犯罪不一定 一定不可能是他一个人 嗯 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要 为非坐在 死而不死 他一定有些社会的环境跟条件 嗯 那 如果是这样子 他有没有教化的可能 其实是 我们所有社会要来承担的东西 嗯 包括说他在监狱 是不是能够靠过自己的 劳动 嗯 来自己养自己 嗯 这样的惩罚 对一个做错事的惩罚 是不是会比 一枪枪壁他更高 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思考 而且你如果真的认为 枪壁可以警惑罪犯的话 嗯 事实上在很多人研究发现不会 对 你如果真的认为很多人认为 枪壁可以执行可以 嚇阻罪犯的话 那台湾应该做一件事情 我们执行枪掘 不应该偷偷摸摸的在半夜 清晨执行 我们应该把它绑到 把死刑犯绑到中央东路大街上 公开执行死刑 还电视转播 让所有人看 这样应该 政客的效果更好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啊 为什么没有一个文明这样做 而且你如果真的认为 所谓的司法审判 只是要给受害者家属一个贫富心情的话 那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 所有要执行死刑的犯人 应该由受害者家属来执行 嗯 难道我们要学伊斯兰国家用石头 砸死 砸死犯罪者吗 嗯 嗯 这的确是你刚刚 特别谈到一种 对生命态度的问题 不管 他是嫁害者 被害者 其实都应该要特别去关注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 那个枪打下去 就是这个人被杀了 或者是被执行的那个当下 而是整体的 社会的制度 可能是要去思考 就像我们常常讲说 我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就解决制造问题 包括我们愿不愿意 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教育 在监狱里面的教化上面 可是 我正常讲说 你即使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是 所以他还会制造更多制造问题的人 是 这个其实不管是不是死刑的支持者 那个社会安全网这件事情 或整个社会系统 怎么样让他更人性化 更去降低一些没有必要的进程 或是社会的压力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 更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事情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 你的所谓的 刚不知道怎么定义的政治受难者好了 你到底是一个中国的政治上 台湾的政治上 但总之你就是一个政治受难者 这是一个事实 我不知道这个身份对你来讲 会不会造成某种的困扰 比如说必须要来接受我的访问 就是可能是一种困扰 或者说这个身份 会不会对你来讲是某种的助力呢 我觉得 他不是困扰也不是助力 他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东西 你去想他是助力或者是困扰 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些经历 有了这些经历 你当然必须 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些经历讲出来 让不管是所有的人更了解中国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有这段经历 我就会好好的利用这段经历 来好好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点 对这的确是一个 已经没有办法摆脱的印记 对对对对 它就是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那我们当然就是面对它 只是说面对了这个事情之后 它到底应该转换成什么 对所以我回来台湾有一句话 人家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其实那句话我们反对的 说李明哲你空白了五年 我马上反驳他 你是在练功耶 我的五年并没有空白 我是 就好像在 在做田野调查 我并没有空白这五年 所以我回来台湾是把这五年 我所学习得到的东西 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如果看我的脸书 我的脸书也就自我介绍 我写的话是 在湖南赤山五年结业归来 所以你希望透过你的生命经验 不管这个生命经验 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的生命经验 你想要透过你的生命经验 告诉台湾人 或是告诉世界上面 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 就是我们如何面对人权 我们 包括我们如何面对中国 包括说我们愿意愿意付出代价 捍卫我们的生活价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我想跟台湾社会讲 就是说 因为李静瑜愿意付出代价 他选择一条他扛得起的代价 所以他从国际救援的角度 他当然也被很多人攻击 他太高调 或者太不像一个受难者家属 那 他愿意付出代价 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包括我常常被监狱处罚 那我们在这个复苏的过程当中 给了我们心灵上的自由 我今天可以回来讲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跟台湾社会讲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刚刚李静瑜在出的事实 李静瑜的态度也让很多人不能理解 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在受了过去 威权时代国民党的教育 教导我们要对有权势者退让 那李静瑜是很不一样的家属 他选择不对有权力者退让 嗯 不对中国去退让 嗯 所以他也受了很多的批评跟责难 嗯 那我回来 所以我回来更要讲 李静瑜做的方式是对的 嗯 因为他的方式 让我可以这样很健康的回来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说 我讲过这个话说 救援李静瑜做的 你是救援他的精神 他的冷卷的精神 对 所以你当然要他健健康康的回来 嗯 而不是要偷偷默默的回来 嗯 当时 有一个中国派的秘史来威胁我 对 不准接受媒体访问 不准公开 我太太如果接受了那个秘史 我可能早两三年回来 嗯 但是我如果偷偷默默的回来 我会被讲成可能是间谍 可能是嫖娼 我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再 正常的生活 本来会觉得很羞愧的回来 对对对 我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不是光明正大 对我根本没有办法 包括老师绝对不会访问一个 嫖娼犯在这边接受访问 不可能 那中国关押我的目的就达到 虽然我早两三年回来 但是我人虽然回来台湾了 我虽然人在自由社会 但是我的心 精神已经死了 嗯 我想这就是你再回来 短短的两三个月就立刻 投入到社区工作 投入到人群工作 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是当然 如果还有机会 我们刚刚谈说 你不是到中国去宣传民族 或是鼓吹民族 你是向中国透过网路 来跟他们传达一些民族 或是传递一些台湾的经验 是是是是 如果你还有机会 你还会向中国去传达一些民族 或者是在传达 分享一些台湾的经验吗 当然想 因为我当然 还会想这样做 但是那个很实际的状况 就是说中国的 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严格 嗯 所以而且我的身份这样曝光 我当然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做以前那种捐助的事情 嗯 因为当然我如果再继续这样做 其实会害到很多人 嗯 会害到很多人 那所以我相信 其实台湾很多NGO都很关心中国的 人权问题 但是他们都在找一些 更安全的方法 可以去跟中国人维持联系 嗯 就对中国人来说更安全的方式 对 那个方式我也在找 但是我们都还没找到 嗯 我们当然希望 继续做一些过去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些新的方式 嗯 新的方式 那但是有一个前提 当然我不可能再去中国 第一 在中国也不会让我去 对 就算让我去 我当然为了我们的工作推动 我也不会再去中国 嗯 嗯 嗯 我想我们 不只是在关心中国的民族 而是在关心世界的民族 也是在关心台湾的民族 刚刚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 人权它是有普世价值的 然后所以即使是我们的敌国 即使是我们讨厌的人 他可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人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呃 我们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回到一个 到底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是什么 是 对我想这也是你这一路以来 可能也应该也不是这一路以来吧 就是你还没有被 关押之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身体悟 要不然你也不会一开始就从事 这些人权相关的工作 这当然 这当然就是 呃 包括其实这五年回来以后 当然 在中国耳濡目染 其实也对中国的状况越来越了解 也深刻了解 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是什么关系 嗯 比方说我们在监狱的时候 我在反映一些监狱 不愿意执行法令的问题 他们就想讲 我们是管理者 你这个犯人是被管理者 就你讲的有道理也不能定义的 嗯 其实你去了解中国 他就是一个这个 管理者跟被管理者的关系 所以中国这种心态 当然他对内就是打压人权 对外他当然无视所有的 规矩 规则 那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要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吗 嗯 这个是我们台湾都需要面对的选择 就是 我们这一辈人拥有的 自由民主的环境 也是我们上一辈人 努力 给我们的 我们并没有付出任何问题 嗯 但是今天的面台 我们面临一个选择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下一代 付出一些代价 嗯 去 包括积极面对中国的压力 不管在全民的国防 或者新防上面 嗯 我们愿意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建立我们自己的新防 包括国防 我们愿意付出代价 去给我们下一代 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一个更有人性的生活空间 而不是老是想着 我们不要触怒中国 事实上台湾是被欺欺 我们台湾没有做任何事情 触怒中国 嗯 那 我们是不是要从民主转型 不管你刚刚讲死刑的问题 嗯 或者我们的问题 叫救援我的过程中的问题 其实都变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都同样的一个思维点 就是 转型正义 我们要把蒋介石的同向推到很困难 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 跳出过去威权时代 国民党 威权时代 白色恐怖 给我们人民一种 错误的思想观念 包括我们要对有权势者 妥协 对有权势者的退让 在死刑问题上面 我们是不是要绝对相信政府 相信官方 嗯 那个其实都是一个 转型正义心态的转换 就有息的东西 很容易处理 但是思想上面 对台湾的人的思想的禁锢 的限制 我觉得那个是 更要打破的东西 嗯 所以当然 其实从我个人的事情 李静怡的救援的事情 包括老师刚刚讲死刑的问题 其实它根源的 根源都是一个 嗯 我们台湾能不能摆脱 过去威权时代的思维问题 嗯 嗯 这的确是 就是有很多 形式上面改变 制度上面改变 但是那个思想 没有改变 我自己常常在跟同学讲说 你们就是 就是 例如说我上课的时候 都会让大家可以 自己选择要怎么考试 可是很多同学都说 老师你就规定我怎么考就好了 我想说傻眼 你根本就是逃避自由吧 就是 这个不就是一个 一个 当我们有自主能力的时候 当我们 可以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依赖威权 是 这可能是台湾转型正义里面 可能要期待解决的问题 这包括一个 我讲最基本的就是 教育的问题 嗯 比方说我们去了解 香港的通事教育 为什么被中国视为十二不是 因为香港的通事教育 给香港的学生的考试 不是选择题 没错 它是问答题 让你知道说 在某一个环境当中 你会做什么选择 你为什么做这些选择 它有很多的情境 对它是让人去思考问题 那我们台湾的教育 还在考选择题 选择题是有个标准的 它其实有一个权威 是要我们去 学习这个权威 不是让人怎么思考 我觉得那个东西 从 过去到现在 比方说你教育上 那个思维永远没有更改 嗯 嗯 这的确是我们 还真的有一条 漫长的路要去走 这不是面对中国的问题 还包括面对我们自己思想 能不能真正自由 跟解放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 明哲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关老师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访问 但是应该不会再谈 你的经验 而是在谈你推动更多的一些议题 对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明哲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